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北京在有争议的永兴岛上开设五金店的最新动作。 这家新义五金店坐落于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北京政府借此进一步巩固在这一战略重要水域的主权。 永兴岛上各类民用和军事设施不断增加, 包括邮局、银行、学校和军用机场等, 甚至还部署了红旗赋九的对空导弹。 这次开设五金店的行动,再次引发了越南等国的抗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浩瀚的南海之中,永兴岛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越关系的一个敏感点。 这个仅有1.8平方公里的小岛, 簇拥在西沙群岛的怀抱中,犹如一颗闪耀的珍珠。 然而,这颗珍珠的光芒却因复杂的主权争议而显得格外耀眼。 就在最近,北京在永兴岛上又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一家五金店。 这家名为新义五金店的店铺面积约为100平方米, 位置极为显眼, 仅邻三沙永兴机场货运码头。 自开业以来, 这家店铺不仅为岛上的居民和驻军提供了便利, 同时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三沙市政府发布的消息称, 这家五金店提供了数千种不同的产品, 包括电器、消防设备、水管、门窗配件和油漆等。 三沙天晴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王海龙透露, 他们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市场调研, 详细了解了岛上和附近士兵及居民的需求, 才决定了这些商品的种类。 永兴岛距离海南省南部约300公里, 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这片群岛虽由中国控制, 但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为了巩固在这片战略重要水域的主权, 北京在2012年宣布在永兴岛设立三沙市, 负责管理南海的多个争议岛屿和地貌。 自此之后, 北京不遗余力地建设永兴岛上的各类民用和军用设施。 中国媒体曾形容永兴岛为南海上的不成航母, 这一称号不仅反映了岛屿的战略重要性, 也展示了中国在南海的野心。 2017年, 以色列一家卫星影像公司曾拍摄到永兴岛上 部署了红旗九地对空导弹。 尽管北京尚未确认这一部署, 但这无疑增加了岛屿的军事含义。 岛上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邮局、银行、气象观测站、 学校、图书馆、公园、 医院和发电厂一应俱全。 它还拥有一座民用和军用机场, 3000米的起飞跑道可以容纳满载的波音737客机, 5000吨的码头更是满足了大型船舶的停靠需求。 根据2020年11月的人口普查, 永兴岛的常驻人口达到了2333人。 然而,永兴岛的每一次基础设施建设, 几乎都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 2022年4月, 当岛上开设了一家火锅店时, 越南方面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越南外交部当时表示, 正在努力确保其对水域的主权和管辖权, 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永兴岛的每一步发展都成为了中越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此次五金店的开设, 表面上看似一件小事, 但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报道中指出, 这家新义五金店不仅是为岛上的居民和驻军提供生活便利, 更是北京扩大民用设施的一部分策略, 旨在进一步巩固对南海的主权。 在这个资源丰富, 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水域中, 中越两国的决力从未停止。 南海,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 还有可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 这使得各国对其主权的争夺更加激烈。 面对这样的复杂局势, 北京的策略显得深思熟虑。 通过不断建设民用设施, 不仅可以满足岛上居民的生活需要, 更可以展示其对南海诸岛的实际控制权。 这种软实力的展示, 虽然不像军事部署那样直接, 但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越南也不甘示弱。 河内政府多次公开声明, 强调其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甚至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关注南海问题。 在此次五金店开设的消息传出后, 越南方面再度表示将继续努力 确保其对相关水域的主权和管辖权。 南海, 这片美丽而又争议不断的海域, 注定成为中越两国长期博弈的舞台。 永兴岛上的五金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商店。 它象征着北京在南海的坚定立场和战略布局, 同时也提醒着世人, 南海之争远未结束。 未来, 永兴岛会发生什么? 南海局势将如何演变? 仍然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问题。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 北京在南海的每一步动作, 都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永兴岛上的这家五金店, 或许只是这场复杂游戏中的一个小小棋子, 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永兴岛位于南海西沙群岛, 是该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距离中国海南省南部约300公里。 该岛在中国称为西沙群岛, 在越南则被称为黄沙群岛。 自2012年北京在该岛设立三沙市以来, 永兴岛的军事和民用设施建设持续加强, 使其成为中国在南海地区主权争议中的一个重要据点。 南海地区的主权问题涉及多个国家, 包括中国、越南、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 这一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包括鱼类和可能的油气资源, 因而成为多国争夺的焦点。 北京在永兴岛上不断扩建民用和军事设施, 意在巩固对该地区的主权声索。 永兴岛上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全面, 包括邮局、银行、气象观测站、学校、图书馆、 公园、医院和发电厂等。 该岛还拥有一个民用和军用机场, 跑道长达3000米可容纳满载的波音737客机。 此外,岛上还设有一个5000吨的码头。 这些设施不仅满足了驻岛人员和居民的需求, 还增强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 根据2020年11月的人口普查, 永兴岛的常驻人口为2333人。 这些居民包括军事人员、 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 永兴岛的开发和建设, 经常引发包括越南在内的 其他主权声索国的不满和抗议, 特别是在北京不断加强 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的情况下。 永兴岛上最近开设的新义五金店, 是北京在该岛扩展民用设施的一部分, 旨在进一步巩固该地区的主权。 该店铺面积约100平方米, 提供数千种五金产品, 包括电器、消防设备、水管、 门窗配件和油漆等。 该店铺的开业标志着北京 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满足岛上和附近居民需求的努力。 然而,这一举动也引发了越南等国的抗议。 越南外交部强调, 该国将继续努力确保其对水域的主权和管辖权 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这些事件显示出, 南海地区的主权争议依然紧张,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冲突和外交交锋。 总体来说, 永兴岛上的五金店开设是北京扩展民用设施 和巩固主权的一部分, 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南海地区主权的重视 及其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 然而, 这一举动也加剧了南海地区的主权争议 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 这真是一个多功能的岛啊! 开个五金店, 居然也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先不说这家新异五金店如何, 单单是北京在永兴岛上开设各种民用设施, 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 从游局到火锅店, 这些设施都显示了中国在这片海域上的长期投资和存在。 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利, 也在强化中国的主权声索。 这可真是妙招, 让别国抗议的鼻孔冒烟又无可奈何。 事情越搞越大, 北京的目的也就越明显, 这里就是中国的地盘, 来抢啊, 有本事你来试试。 哈哈哈哈。 哎呀, 楚天书, 你也太乐观了吧! 在有争议的永兴岛开五金店, 这不是等于在别人家院子里搭帐篷吗? 这叫什么民用设施? 就是在明目张胆地扩张吗? 越南可不是吃素的, 河内一早就对这一举动表示强烈不满。 这动作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 国际社会也不会坐视不理。 更何况, 这个五金店能够卖出的产品数量有多少? 岛上就那么几个人, 能买多少五金? 这根本就是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利益的行为, 纯粹是政治表态。 说白了, 就是挑衅。 哈, 谢琪琪, 你这话听着有点酸啊。 来来来, 咱们来谈谈历史, 看看中国在南海这块地方上的根源。 这可是三国时期, 孙权的战将甘宁都曾经涉足的地方。 历史上, 中国一直在这片海域上有活动,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再说了, 五金店只是其中的一环, 先有邮局、 银行、 后有火锅店, 现在再来个五金店, 这叫步步未营。 你说这是挑衅, 那我说这是一步一个脚印, 把国家主权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 这些设施的设立, 正是让每一个宣称对这片海域有主权的国家明白, 中国不是说说而已, 是认真的。 这些设施真能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主权吗? 这只是让事情更复杂化, 让南海局势更加紧张罢了。 你说步步未营, 我看这是给自己挖坑。 到头来, 恐怕只是自欺欺人, 还要承担国际上的政治压力。 齐齐, 你说的国际法院裁定我可没忘。 可问题是, 那个裁决谁来执行呢? 国际法院能派人来南海拆我们的五金店吗? 哈哈, 别忘了, 中国早就表示不接受, 不参与这个仲裁。 再说了, 这些民用设施不仅是为了宣示主权, 更是为了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你说岛上就几千人, 那他们就不需要服务料, 人少就不能有五金店料? 这叫改善民生,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再给你举个例子, 美国在关岛那么远的地方也有基地, 为啥中国就不能在南海这么近的地方建设呢? 哈哈, 有本事你们来拆啊。 唉, 楚天书, 你这魔术我都快被你逗笑了。 首先, 国际法院的判决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这可是主权国家应该尊重的。 你说不接受, 那可不代表别的国家就不会采取行动。 南海这么多国家都有利益, 各国都在看着呢。 再说, 你那改善民生的说法实在有点牵强。 永兴岛上那么少的人口, 改善什么民生? 这就是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你举美国在关岛的例子, 更是虎脚蛮缠。 美国那可是应对太平洋地区的威胁, 不同情境, 不同对待。 不如这样吧, 咱们也开个五金店, 看看到底谁能卖更多五金产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了, 各位听众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有点荒唐但又特别有意思的新闻。 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永兴岛开了一家五金店。 没错, 这不是什么国际军事新闻, 而是关于螺丝钉、 门把手和油漆的故事。 这家五金店名叫新义五金店, 位于永兴岛上, 面积大约100平方米, 听起来就像是你家社区角落的那家五金店。 它位于三沙永兴机场货运码头旁边, 已经正式开业了。 据三沙市政府表示, 这家店提供数千种产品, 包括电器、消防设备、水管、门窗配件和油漆。 而且, 这并不是随便开的店, 还经过了两个月的市场调查呢, 了解了岛上和附近士兵及居民的需求。 永兴岛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虽然距离中国海南省南部有300公里, 但它的地位可是相当重要的。 北京、台北和河内都声称拥有这个地方的主权。 自2012年北京在永兴岛设立三沙市以来, 北京不断加强岛上的建设, 从邮局、银行到医院、学校, 甚至还有一个3000米长的起飞跑道和5000吨的码头。 这真是个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地方。 不过,这些基础设施的扩建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满, 特别是越南。 去年,永兴岛上的一家火锅店就曾经引发河内的强烈抗议。 听到这,你可能会想, 哇塞,一家火锅店也能成为国际争端。 这就是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这次开设五金店的行动, 不仅显示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还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 我们不仅在这里驻军, 还要在这里过好日子, 从螺丝钉到门把守, 我们一样都不缺。 然而, 这样的举动无疑又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抗议和不满, 特别是越南, 他们早就对中国在南海的举动感到不满。 从战略角度看, 永兴岛的五金店其实代表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深耕细作。 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布局, 更是民用设施的全面铺开, 让永兴岛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海上的不成航母。 这样的举动不仅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其实力, 还让岛上的居民过上了越来越便利的生活。 总之, 永兴岛上的五金店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设施, 它更是北京在南海战略的一部分。 未来, 我们可以预见, 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持续扩展, 类似这样的民用设施还会不断增加。 南海争端的戏码也将越加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 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ING